代人处事是门学问 如何看人交朋友是个人本事 在交际场中哪些人可以做朋友 哪些人不可深交 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门道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古人说的 奸者不离三 这里的奸者指的是小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有这三种特征的人不能先教 第一个特征就是嚼舌根 小人最喜欢的就是在背后嚼舌根了 一般都是嫉妒心强 反正就看不得别人好 总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所以千万别跟这种人交往 因为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并没有发现他是这样的人 时间久了 当你在生活上方方面面 都比他过得好的时候 他就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不好 想着要搞烂你的名声呢 第二呢就是忘恩负利 这也是小人的一个特征 相信大家都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这种人就是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就算你帮助过他上百次 他也不会感激你 甚至会觉得理所当然 但是只要你有一次没帮他 他就怀恨在心 最后一个叫笑面虎 其实就是笑里藏刀之人 这种人是藏得最深的 他们善于伪装自己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你可能看不出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有时候背后插你一刀 你也不会发现是他干的 明者保身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 所以古人所讲的 奸者不离三 今人不妨银记 以备后患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 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啊 感谢观看